逐次三兄弟围攻玉龙劫翅时 从玉龙劫翅出走的扎兰丁正历经图治 重振旗鼓 他和帖姆尔灭礼带领三百骑兵 用了16天的时间 成功穿越了花辣子墨境内最大的沙漠 黑沙漠 来到了纳萨城下 被拖雷攻陷的纳萨城已成废墟 城外山坡上驻扎了700名蒙古骑兵 扎兰丁抵达纳萨郊区时 这700名骑兵正在山坡过着无忧无虑的时光 帖姆尔灭里向来是勇者无惧 他鼓励扎兰丁消灭眼前的蒙古人 扎兰丁一直坚定的握紧拳头说 要勇敢才能成功 两人带领300人 出其不意的从四面八方杀向蒙古军营 蒙古骑兵根本没有料到在这种地方会遇到突袭 仓皇之间来不及上马 被扎兰丁的300骑兵冲得七零八落 纷纷纷逃团 这是扎兰丁自继承花辣子摩帝国以来首次和蒙古人交手 而且是完胜 这让扎兰丁毋庸置疑的确信 富国大有希望 他是那么坚定 和帖姆尔灭里站在一起 完全是花辣子摩帝国的两根复兴之柱 他一直向着西方快速前进 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 他的目标是可及云 他确信在那里可以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复兴帝国 纵然不能在短时间内达成所愿 他也可以从可及云渡过深河到新都去 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路过尼沙布尔时 扎兰丁和帖姆尔灭里 差点没有找到这座伟大的城 他被拖雷摧残的 如一个几百年前的城市遗址 在黯然神伤了几分钟后 扎兰丁快马加鞭 心怀仇恨的上路了 抵达野里城时 扎兰丁悲愤的情绪稍有缓和 这座城还在 他没敢进城 因为这座城市已经不属于他和他的帝国 在不停奔驰的路上 他曾遇到一个民间抗盟武装 头目希望扎兰丁能留下来 因为他有坚固的城堡 扎兰丁叹息着说道 你应该到旷野上和蒙古人短兵相接 不应该躲在城堡里 无论怎样坚固的城墙 蒙古人都有办法摧毁他 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是他行万里路亲眼所见的事实 这一路上他所见到的城池都成了废墟 很有沧海桑田之感 贴木尔灭力安慰他 要化悲痛为力量 扎兰丁感慨道 以前啊 从未对这片土地有过感情 现在我看到他遍体鳞伤 几乎要失声痛哭了 在这种悲愤情绪的感召和忽悠之下 他们顺利的来到了可吉云 历史的探照灯慢慢移过来 将这里照亮 在这里 扎兰丁代表花辣子魔将要创造奇迹 在这里 扎兰丁反攻复国的梦想 险些照进了现实 可吉云并非平凡之地 而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一年前 摩赫末逃到这里时 已成惊弓之鸟 所以没有心情利用这个宝藏 现在扎兰丁积极的利用起这个宝藏 可吉云本是可吉云王国的首都 13世纪初 花辣子魔国王摩赫末攻陷可吉云 将可吉云收入版图 摩赫末采用以遗制遗的策略 命令可吉云本地人哈尔普斯特 为可吉云最高军政长官 但此人心怀故国 暗地里挑动可吉云的百姓 发动叛乱 所以这个地方总是战乱贫人 由于战乱原因 该地军队都很能打 摩赫末后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 送给了扎兰丁 扎兰丁派心腹扇思丁 带一支精锐兵团进驻可吉云 驻扎在内城 这支兵团的数量应该很少 任务只是为了稳定可吉云的表面太平局势而已 承吉思汗吸征之后 花辣子摩帝国全线崩溃 受封于野里城的摩赫末的旧歌 俄名灭礼 认为封地濒临战场 于是率领野里城两万人来到可吉云 请求哈尔普斯坦指定一块地方作为他的暂时居所 哈尔普斯坦断然拒绝 扎思丁认为哈尔普斯坦拒绝容纳国舅爷 既同叛变 于是买通城内守将杀掉了哈尔普斯坦 迎接革命灭礼进城 几方势力互相牵制 可吉云暂时和平 扎兰丁一抵达可吉云 马上注意到城内的战斗力量至少有五万人 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可观的数字了 他召开大会 慷慨激昂的号召大家要为复国贡献全部力量 哪怕是生命 在他的感召之下 可吉云城里的各路部队凝聚成了一块铁板 不久后 又有花辣子摩治下的阿拉伯骑兵团两万人 在他们的首领阿格拉黑带领下来到了可吉云 扎兰丁势力陡增 和蒙古人全面开战的时机已然成熟 一二二一年下 扎兰丁率领他的七万人马从可吉云北上 到达范延城郊区时 范延城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巴米安 遇到一支千人的蒙古兵团 双方迎头相撞 蒙古人甚至来不及逃跑 就被扎兰丁全奸了 扎兰丁让几个蒙古俘虏 带给扎吉思汗一封信信上说 请你指定我们决战的地点 我将在那里恭候你的大将 扎吉思汗看了信后惊讶到 嘿想不到扎兰丁这小子还挺能折腾 再询问了回来的俘虏 俘虏们说扎兰丁至少有七万人 而且都是能争善战的康里人跟阿拉伯人 扎吉思汗沉思了一会说 死灰不能复燃即使复燃也不会长久 虽然这样说他还是很谨慎 派他的养子大蒙古国的最高公检法长官 施吉突呼突 带领一万蒙古骑兵 一万魏吾尔士兵 和在花辣死魔临时招募的一万杂牌军 奔赴范炎成消灭扎兰丁 出发之前 扎吉思汗叮嘱施吉忽突呼 说千万要谨慎用兵啊 扎兰丁如果没点本事 不可能在惨败之后 集聚起这么多人马 施吉忽突呼 满怀信心 大汉放心 我必马到成功 扎兰丁得到蒙古兵团前来的消息之后 马上迎击 双方在巴鲁湾迎头相撞 展开厮杀 巴鲁湾也就是阿富汗喀布尔以北 这场厮杀是大蒙古国和花辣子摩帝国交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野战 双方厮杀了两天两夜 胜负未分 于是商议修兵改日再战 俄明灭礼不同意修兵 他担心狡诈的蒙古人在时缓兵之际等待援兵 扎兰丁笑道 放心吧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已经把蒙古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他们的兵力不会超过15万 而且大部分兵力在围攻玉龙截斥 扫荡胡罗山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兵团来这里 俄明灭礼放下心来 可第二天 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他看见蒙古人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这些人在离他们三公里的地方纵马驰骋 他跑到扎兰丁指挥所惊慌失措的说 蒙古人的援兵真来了 我们要完蛋了 扎兰丁不相信 即使他亲眼看到蒙古军营周边尘土飞扬 骑兵来回奔驰 他也不相信蒙古人真来了援军 可是他无法说服手下的将军们 因为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证明蒙古人没有援军 如果没有援军 那突然多出来的人数那是怎么回事啊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接着讲 承吉思汗第八十八集 巴鲁湾之战 西征唯一的败迹 下午敬请收听 比智慧更强大的是意志 有声书承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作者杜音山 制作与子如一 主播张胡子 本书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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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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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